在资源的设定里面是我们文数处理最常使用的 RIDER基本上和商业软体资源上的设定大同小异 首先第一个我们进来的时候 我们有预设的字形或者是字形大小 那我们输入完文字之后 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工具列上面的各种字圆的设定 调整成你自己要的 例如我们把字反白之后 我们需要把字放大在这里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自己输入 比方说我要150 好错了我们用复原 那你也可以改变字形 你需要的字形 那这边有预设的样式 样式很重要 那我们后面会特别再画一个 呃特别章节来特别讲样式 然后出体 写体 写体 加底线 删除线 上标 下标 清除 所有各自设定 字形的颜色 底色 底色 用蓝色 这是字的颜色 这是底色 这些是属于字圆的设定 还有更多的字圆设定 还有更多的字圆设定 在格式里面的文字 你可以进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设定你需要的 格式里面的字圆 有时候必要的时候 我们也会 是去使用滑鼠右键 反白之后 按右键 字圆 那这边有更多的设定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你可以设字形 如果是英文字 你要怎么做设定 亚洲文字要做什么设定 然后这边有预览 字形效果 这是色彩 这是效果 然后有浮雕 凸起来或刻下去 还有外框 阴影 闪动 隐藏 等等设定 像这些设定 如果你习惯商业软体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然后你可以选择上标 下标 还可以旋转 几度 间距 每个字 跟每个字的距离 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需要特别字 字与字之间的间距 我需要大一点像这样 依据你的需求 来可以做调整 亚洲版面配置 你可以看我们可以用哪些东西 可以从这里很快预设看到 如果文字有超连结 你也可以在这里输入超连结 这个是颜色 还可以设边框 你需不需要设边框 有这么多不同属性可以去操作 你可以 应该要尽量去把这些功能熟悉 方便你在编辑的时候 按照自己的需求 来做设定